武则天墓前有61个无头石人,千年来无人能解,竟然被两个农民解开。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,安全系数最高的墓葬共有三座,分别为皇帝陵、秦始皇陵和武则天的乾陵。 皇帝陵,位于陕西延安皇陵县城北桥山上,因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,几千年来被历代帝王奉为重要场所,所以根本没有被挖的可能性,位于陕西西安临通区城东五公里离山北路的秦始皇陵。 文献记载,陵墓中有水银汇聚的江河湖泊,两千余年来水银挥发出密度较高的拱蒸气,有剧毒,无人敢挖。 另外,位于陕西咸阳市前线北部梁山上的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和藏墓乾陵,因其规模太过巨大,占地接近240万平方米,千百年来根本挖不了,无从下手,正因如此。 目前,乾陵成为唐氏八陵中主墓保存最完好的一个,也是唐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陵墓。 1961年3月4日,乾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乾陵的选址与规划。 公元683年,唐高宗李治病逝,武则天为了给乾陵选址,特别邀请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两位风水大士。 袁天刚和李淳峰勘探地形,为乾陵定址,袁天刚李淳峰二人领址后,两人一南一北,开始寻找风水最好的地方,经过几个月的走访。 最后,两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了梁山上,锁定好梁山后,两人继续勘测寻找集学学演,文献记载,袁天刚找到学演后,从口袋中掏出一枚铜钱,将其埋在浮土中,带到李淳峰找到学演后,拔下头上簪子,将其插入土中做记号。 两人各自选好后,进攻向武则天赴命,武则天派人前去山上查看,当人们刨开土后,惊奇地发现李淳峰的簪子正好穿过袁天刚铜钱的方孔中。 随从人员无不吃惊,惊叹于两人堪于技术之高,武则天文讯大喜,重赏了二人后,开始着手规划钱铃,当时正值圣唐,国力充足,府库中财淫无数,由此,钱铃的规划规模十分宏大,钱铃承袭唐太宗因山为陵的藏制,由严厉德,严厉本兄弟二人主持设计,唐会要,记载,钱铃战地周八十里,陵远有内外两重城墙,其中内城南北墙各长1450米,东城墙, 戏城墙长1583米,戏城墙长1438米,总面积接近240万平方米,同时,除主墓外,钱铃还有17座小型墓葬群。 葬有其他皇室成员及功臣,钱铃的盗窃与发掘,据文物工作者推算,钱铃里埋葬的文物非常之多,最少也有500吨以上,还有学者认为,顶级国宝王熙之蓝亭旭的真迹,极有可能埋在钱铃中。 正因如此,从唐末乱世开始,武则天的钱铃曾多次遭到盗窃,影响力最大的有三次。 一,唐末皇朝起义,攻陷长安后,曾派四十万人来到梁山挖掘钱铃,他们前后历经几个月,甚至把大半个钱铃都铲平了,也没有发现钱铃的地宫入口。 二,五代乱世时期,耀州节度使温涛。 效仿当年皇朝,也动用了数万人,光天化日下挖掘了数月,也是一无所获,而且,温涛大军先后三次挖掘钱铃,每次挖掘都会遇上罕见的暴风雨,只能撤退,可当他们退到山下后,暴雨就停止了,后温涛求教高人后,不再染指钱铃。 三,民国时期,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不信邪,也曾带军挖掘钱铃,他们甚至动用了很多炸药,将陵墓翻来覆去炸了好几遍,同样没有找到墓道。 离奇的是,官兵们在爆破钱铃的过程中,有一次狂风袭来,将七名陕西籍和十二名河南籍官兵卷到空中。 转了几圈后,被重重地抛到数十米外,好几个士兵被摔得口吐鲜泻,身受重伤,孙连仲请来道士占卜后,道士说是梁山上的孤婆, 显灵,意在警告孙连仲,此后,孙连仲再也不敢继续挖掘钱铃,直到1958年,当地的农民榨山,意外发现了钱铃墓岛,1960年2月,陕西省政府组织了钱铃发掘委员会,正式开始对钱铃进行挖掘,钱铃六十一座无头石人,仅1960年至1971年期间,钱铃就出土了4300多件文物,随着陵墓的不断发掘。 专家们在朱雀门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像群,这些石像共有61座,大小与真人相同,几乎是一比一复刻的,他们身着胡服,双手拱于胸前,神态十分恭敬,在石像的身后还保留着残存的文字, 内容大致介绍的是石像的主人来自哪个地区,以及姓名和职位,唯一令人诧异的是,这些石像都没有头,武则天目前有61个无头石人,千年来无人能解,最终被两个农民解开,下,原创,兵一,文史道,2024年1月26日6点45分山西,钱铃外61座无头石人,近1960年至1971年期间,钱铃就出土了4300多件文物, 随着灵木的不断发掘,专家们在朱雀门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像群,这些石像共有61座,大小与真人相同,几乎是一比一复刻的,他们身着胡服,双手拱于胸前,神态十分恭敬,在石像的身后,还保留着残存的文字,内容大致介绍的是,石像的主人来自哪个地区,以及姓名和职位,唯一令人诧异的是,这些石像都没有头,通过石像背后文字,有学者研究认为, 61座石像应该都是当年参加高宗葬礼的61位外国使者的客像,武则天将其立在乾陵,主要是显示李治的文质武功,但很快发现,这些石像中的许多人,都是死于高宗之前,根本不可能参加高宗葬礼的, 还有人认为,这些石像的人,都是归顺唐朝,在唐朝出任各种官职的少数民族酋长相,但武则天驾崩于公元705年,石像中的很多人,却是在武则天之后才归顺的,名义上也对不上, 同时学者们还发现,石像背后的很多官名,用的都是唐中宗复位后的名称,这一点可以证明,石像肯定不是武则天朝雕刻的,最后,学者们一致认为,61座石像,一部分为武则天所立,一部分为唐中宗所立, 核心的一点,就是为了歌颂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功绩,但令人不解的是,为何61座石像都没有头部呢? 关于石像无头的原因,在前线流传着一个传说,当年土火罗国国王的儿子,听说自己父亲被刻成了石像,矗立在乾陵,感到非常羞辱, 于是他化妆后潜伏到长安,想要把父亲的头像偷回去,有一天晚上,他化妆成喇嘛,趁天黑把百姓的庄稼践踏到了一大片, 还将田里的泥抹在父亲石像的脚上,第二天他散布留言说,是十人成精了,晚上践踏了庄稼,祸害百姓, 于是百姓一生气,把他父亲的头像砸掉了,于是他抱着父亲的头像回家了,很显然,这个传说并不靠谱,61座石像都没有头,并不是只有一座没头, 这时候又有学者说,应该是被文物贩子掳走了,只是这种说法,也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,继续研究史料,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石像, 在宋朝时期还是完好无损的,但到了明朝,明朝文学家李孟阳在游览完乾陵后, 在诗中记载了石人像断首的现象,1971年秋,陕西前县瓜布岭村的两位农民在挖地时, 意外发现了一块坚硬的东西,后他们刨出来后是一颗石刻头像, 他们赶紧将石刻头像送到了当地的文物局,工作人员怀疑, 这一头像就是乾陵石刻丢失的头像,工作人员一比对后, 发现与西侧一尊无头石像颈部的断痕十分吻合, 经专家仔细研究发现,这尊石像的颈部断裂,不像是人为的,更像是自然智力的结果, 于是,专家很快想到了,发生于明朝嘉靖34年腊月12, 即公元1556年1月23日的那场著名的嘉靖大地震,文献记载, 当时的那场地震震级强度达到了8至8.3级, 裂度为11,破坏程度非常严重,明史记载, 当时山西、陕西、河南地区都有震感, 和、魏大范、华越、中南山民、官吏、军民压死83万有其, 由此,这61尊石人像头部丢失之谜,逐渐被揭开, 专家继续研究发现,那些石像的材质并非上等材质, 存在一定的瑕疵,也不是特别坚硬, 所以地震后倒地时很容易断裂,尤其是颈部比较细, 最是容易断裂,同时,除了石像外, 潜灵的前面还有许多石码的头部, 也存在破损或断裂的情况,应该也是嘉靖年的大地震造成的。